2020年3月22日,星期天,武汉肺炎,新增16,总共169人,确诊,果然比昨天少,少了两位新增,渐入佳境啊! 昨天的视频,我曾经预演员部大神来相救,所以新增确诊病例会越来越少,那今天呢,16,昨天18,你看果然比昨天还要少, 这一定跌破很多想要看蔡政府出球的人的意外,他们跌破眼镜,因为 从世界各国回台湾的人啊,你看这几天以来,从8000多个,前天,三天前8000多个,然后前天5000多个,然后昨天4000多个, 今天,听说也有4000多人啊,你看这几天,回来台湾的人,从世界各国回来,回来台湾的人有,啊,有将近2万多个啊,2万多个,2万多人以上啊,接近3万人啊, 那照理说,确诊病例一定会很多啊,但是,事实上呢,跌破,跌破那些想要看好戏,好戏者的眼镜啊,竟然,越来越少啊,渐入佳境啊, 我们来分析看看,新增16人,16等于8乘以2,啊,这个8啊,我昨天曾经说,啊,今天可能新增8,8个,啊,结果呢,没有那么少啦,是double啦,8,8,新增8个,再8个,啊,就是8乘以2,所以是16个, 但虽然是16个,也是比,比昨天还少,而且这个8啊,而且这个16啊,可以分解成8乘以2,这就代表什么,吕不光爱啊,为什么,因为这个2啊,我们说520叫做我爱你嘛,所以这个2就是爱嘛, 那旅呢,那旅呢,旅就是,那8,8就是旅嘛,这个,你看旅布的旅,是不是两个口,就是8嘛,所以这个16呢,它的含义就是旅布,对台湾人有关爱产生啦, 那169呢,那169呢,你看这169啊,前面的16,是不是8乘以2,然后9,那8乘以2,我们已经说过了,叫旅布关爱, 加个9,加个9,是不是旅布关爱很久,就代表说,旅布会关爱台湾人很久很久,很久, 然后169,又可以猜成,13乘以13,13就是13啊,13谐音,是不是义善, 所以说,第一波,瘟疫散去,啊,之前第一波啊,中国,已经,我们已经主决,中国, 从中国的武汉病毒的入侵,现在第二波呢,也要主决欧洲,从欧美, 回来的武汉病毒的侵略啊,所以是,连续这两波,我们都可以让它怎样, 一散,一散,因为,因为什么,因为有旅布大神, 关爱我们很久很久,所以大家安啊, 好,然后你看哦,这个169啊,还谐音什么, 旅旧,为什么, 瘟疫,由旅布大神来救,叫169,1,一旅旧, 因为你看这个6啊,大写就是路嘛, 而台语呢,这个台语路跟旅,是同音的哦, 会念台语,台语的人都知道旅布的旅啊, 台语就念做路,路伯, 啊,旅布台语叫路伯,路啊,就是路, 所以这个169,就是, 瘟疫旅布来救, 啊,然后我们再看看, 四天以来,从这个破百啊, 从,呃, 确诊人数到达100以后, 这四天呢,新增的是,8个,27个,18个,16个, 加起来,你看,神奇吧, 竟然69哎,69呢,就是这个尾数, 169,你看, 今天啊,很多数字都很巧合啊, 新增16个, 啊,啊,然后总数169,啊, 你看这个16重复, 好,然后我们把它, 把四天以来, 新增的全部相加, 就69,啊, 69就是, 也是后面这两个数字, 而69呢,就是旅旧, 旅布会来旧, 所以啊, 今天啊, 今天新增16, 然后总共169, 你看, 又隐含了什么, 隐含了旅布的承诺, 他要救我们台湾, 台湾人啊, 所以安啊, 那, 那,既然旅布都已经答应要救了, 我想明天呢, 确诊人数, 应该啊, 也会, 也会越来越少, 哦, 18, 啊来吧, 18, 啊来16, 啊再来应该多少呢, 14吧, 哦, 搞不好每天, 每天少两个, 哦, 18, 16, 14, 啊, 明天说不定是, 14个哦, 因为14等于2乘以7嘛, 啊, 27是旅布计日, 哦, 搞不好, 搞不好明天, 就是确诊14个, 安啊, 大家安啊, 没事没事啊, 祝大家身体健康, 20, 2, 1, 2,